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天天气多云道晴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震雨 山区午后有局部震雨 天气闷热 全台白天高温 可以达到28度以上 中南部超过30度 西半部早晚温差 可能会超过7度 民众要留意早晚温差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 强度及路径是否会影响台湾 还有待观察 气象局也提醒 周二起因为封面通过 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将会增加 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短暂震雨 虽然气温有下降的趋势 但本周各地高温仍然有23到24度左右